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是很熟的嘛 黄子平 钱里群 陈平原 他们三个人在八十年代是齐鸣 就是一起三人谈 从谈中国文学史 一下子就有点报道大名的感觉 所以我的印象里总觉得 虽然比如子平比我大十岁 我觉得应该他也差不多吧 钱里群 后来这次我才发现 他其实就是已经七十多岁都退休了 我还有点意外 我们的幻觉是哪里来的呢 因为他是七八年进去的研究生 我是七九年的研究生 所以从研究生毕业来说 我们只差了一年 所以我们当时一起发文章是在文革后 但是实际上他们是老大学生 所以他们年龄其实比我们大很多 同一辈的还有吴福辉 很早就做爷爷了 可是我们从来 比方我从来不会叫他钱老师 同样年龄的很多老师 比我们大十几岁 我们都叫老师辈的嘛 但是我们不我们总是叫他老钱老钱 感觉上是我们是一辈的 没错 其实他比我们大很多 就虽然我没有幸运见过他 但是我想啊 这个人应该很有意思 因为呢 你知道他的木制名是什么 他还好好活着呢 但是他自己讲 他说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啊 给我写 说啊 不管外界怎么说你 对吧 我都喜欢你 说这因为在我们眼里 你是一个可爱的人 他说可爱的人 他觉得是一个至高的一个赞美 所以他说如果我死了 我的坟上就写 这是一个可爱的人 多可爱 对 当然他离死还远着呢 但是他进了养老院 这个是真的 前北大中文系主任 有一位叫温如明 在他的微博里讲 说他的老同学 钱里群夫妇 进了养老院 这不是说 这要消除大家的误解 不是说他怎么着了啊 没怎么着 他说的 钱教授啊 身体一切都好 是计划在养老院里啊 继续开展研究和写作工作 据了解 钱里群教授 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 是他的夫人患病之后 无法再长期照料 二人的生活 他没有孩子是吧 这个孩子啊 子东知道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事情有意思了 就在这个微博下 按说平常跟帖的 在这种这个高教界人士 在很多问题上 大家的认识是接近的 但是在关于他进养老院 这个事情上 你就会发现中国人对于养老问题 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比如说有的人 网友就会觉得 哎呀 怎么会进养老院呢 就是前李群教授 这么有影响的这个大知识分子啊 他曾经在北大被评为十大最受欢迎的教授 他排在第一位 研究鲁迅 研究周作人的这个专家啊 然后呢 这个有人说 他就找不到可靠的家庭保姆 或者生活秘书吗 还有的人就是说 钱兄还不到80岁 这么早就住养老院 但是呢 还有更多的网友啊 是支持的态度 说 其实这就是咱们的未来 就说 咱们将来就是这样的 你还指望孩子养活吗 我 尽管我才40多岁 但是我身边的人啊 已经开始有人开始琢磨这事 就说咱们老了 怎么办 大家共同的感受是啊 自个的孩子 怕是指望不上 即便指望的上 咱们也不应该去指望 对吧 指望不上 不是现在孩子还都指望你呢 你知道这啃老族吗 孩子生活在一个物价飞涨 房价那么高 他还养你呢 你得养他 他都买不起房 不是跟你要钱买吗 或者跟你住吗 我真的现在觉得啊 就说 为什么拜金呢 就老觉得想到自己的归宿啊 就觉得钱多少都不够 对吧 你比如说 你有那么多钱 你这孩子将来还得靠你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 对吧 你再想想你自己 你说 将来就是养老院 现在就 那天有个导演 那天有个影评 咱们还说什么道士下山 说 我看一篇评论 说有一个导演 我不知道他指的是谁 拍了一部这个片子 这个导演就说宣传的时候 说这个导演说的是 赚最后一笔钱 说这个导演说 我真希望这个片子啊 这甭管它是好还是烂 我真希望这个片子能赚钱 这样我老了可以住好一点的养老院 我不知道是哪个导演说的 可是你知道就是 进养老院 你们想过吗 养老院呢 有两种 我听说过的一种呢 听上去是蛮美好的 就是说他们 其实就是豪宅了 就像别墅这样 但是他早早的就把它买下来 然后又跟自己的小孩 就是有时候是一个院呢 或者就在旁边呢 就是把小孩安顿在旁边 自己这么一个房子 就是等于是一个豪宅区 周围都 环境都很好 那多少人能买得起啊 因为 因为你等于是买房子嘛 你就把房子卖掉 用这个钱去买 但是他的 他大概是最后会收掉 就是他 不是他里面有这些护士 什么这些医疗服务吗 旁边有医疗所吗 应该应该应该都有 应该都有 那么所以 我没见过 但是我听他们的描写呢 就是觉得这个好像不可怕 就是说你 你住在一个很好的别墅区 你旁边还有你的小孩 或者 你说的是中国 中国 上海 上海 然后呢 你的同年龄的朋友呢 要是都在这个小区 比方说有个五六七八个 大家都买 那约过来打牌也容易啊 散步也能碰到啊 那这种好像是挺美好的一个画面 可是我真实见到的养老院呢 就不是这么情况了 我有亲戚 三个小孩 一个老人 三个小孩都不错的 都有好多房子的 可是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一个小孩能够全力的 让这个生活失去了 就自己料理能力的老人呢 在家里住 或者是因为他自己有小孩在国外要照顾啊 你知道这个隔代抚养 他自己有小孩要照顾 或者是因为常常要出差啊 或者是因为家里还有别的老人 容不下另外就是很困难有两个老人 总之大家商量好 把老人请到了一个养老院 我觉得这个问题会 老人不愿意 虽然老人嘴里说的 你们都好 你们真孝顺 你们帮我想象的很好 住的地方也有单人间 有人24小时陪着 窗口一开一开吧 外面有观音的雕像 跟自由女神像同时出现 你们想象这个院子的文化啊 而且任何时候一按铃 就有护士来帮你 那时间很贵吧 还好 还好 但是我跟你讲 在上海 也是在上海 我听到一个在北京的 据说是比较贵的 就是一年大概是一个月一万人民币左右 算是在市区的 因为你要便宜就要去很远的 这又是一个很多 比如你在城里边的老人 他住惯了 在城里边的朋友也都在这儿 很多公园也在这儿 他不愿意去远郊 但是远郊他才付得起 你怎么办呢 对吧 那当然就是新的一些开的 我也有的朋友的父母 就住在那边 也有你说这种情况 就是大家都约了都住那儿 那就涉及到很多问题 是不是在 比如说你得有一拨人 都愿意进养老院 就很多人是觉得 进养老院是个耻辱 你的耳 耳里都不养你才进 这就有一定难度 对吧 然后你还有经济的条件 你就能住在城里 你不住在远郊 然后再加上 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难 就是说多是多的什么 就是说你以前 哪怕你有那个计划生育之前 你有几个儿女 但是这几个儿女 现在你想想吧 就都正在忙的时候 而且现在有很多 是在海外工作的 经常出差的 不同的地方 想到处旅行的 对 他即便是孝顺 他即便孝顺 他八小时工作制 如果一个老人得了慢性病 至少白天这八小时 孩子在班上 他一个人在家 那你也不行 还是得请护工在家里 当然了 他一个前提就是说 这些特别忙的人 他的收入也比以前多多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好几个小孩 一起凑钱 那么还是可以进一个 还不错的养老院 这是一个假设 可是我觉得这问题 会越来越严重的是 只有一个孩子的 怎么办 是吧 这叫什么四比二比一 到最后你上面有四个老人 最后就一个孩子 上面两个 反正就是说 你养老人的负担 对儿女来讲 是越来越重 可是呢 这个也许这个社会 我们就在向那个西方那种 个人的负责的方向发展 就也许你说这文化 就老人哭啊什么的 慢慢可能也在改变中 他也的确觉得 可能我觉得是不是将来 你就是中国人到现在 80%以上 还是家庭养老 我听说90% 那一点都不夸张 就是说 可是你现在问题在于 家庭养老越来越不现实了 而且给这个子女啊 造成了巨大的这个负担 所以呢 可是你要说这个 这个国家政府社会养老 你知道还有个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现在有人就提出来说 公立的 公立的养老院呢 他挑人 因为你公立的养老院 你挑人 你挑健康的 挑这个没病的 那么你 所以有人说你公立的应该兜底 对不对 民营的养老院应该专业 就比如说民营的 你甚至可以专业到这种 老年痴呆症啊 还是什么什么病啊 瘫痪啊 你都能进行专业的护理 反而国家负责的这层呢 那些失能老人 你应该把他兜底吧 而且最近有一个调查 你知道中国这个老人呢 尤其是农村里的老人呢 我觉得你能想到他一种需要吗 可能到一个村啊 问这个老人呢 就是 80%的对他们的生活满意啊 可是主持调查的这个教授说啊 说你看见他们说满意 比不满意还难受 就是说 你问了老人满意不满意啊 对孩子满意不满意啊 老人看一眼儿媳妇 就说满意满意 就是 而且这个中国的老人 你知道他就是 他在农村啊 他拿他自己的所有的积蓄 给他儿子娶媳妇盖了两层小楼 可是呢 儿子住在这两层小楼里啊 儿子不让老爹老娘跟他们住一块 让老爹老娘住那个村里的那种养老机构 弄的铁皮房子 而且我就觉得很多时候 你这个中国老人这种心理啊 你要你要体会到啊 这个中国的很多农村地方 现在就叫木气沉沉 就完全就是年轻的生理军都在外面打工去了 你知道就是有一个老人 自己到山上伐木 自己就说在山腰上盖起一个房子 为了什么呢 因为他到城里打工的儿子 每次春节回家的时候 都觉得家里住的不舒服 没他在城里的家舒服 所以就就住两天就走 老人为了让这个孩子回家住的舒服啊 就是给他专门儿子造了一个省亲别墅 但是他自己的山腰在山脚下住那个破房子都快塌了 但是你说他为了什么 就到大年三十 孩子们回来 村子里家家灯火 然后只有在这个时候啊 老人才坐在了家里的这个饭桌 核心的位置上 就是说他的那个描写 就是说整个村子啊 就变得有生气 有生气了 有人气了 其实老人很多时候 他要这个热闹劲 要这个 你就说刷存在感呢 他的存在感 是这个东西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 我们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反正 我反正就是看过我刚才讲的那个 亲戚的那个养老员的情况 我我是觉得就是 完全不能想象 虽然从理性上 从道理上 他们做的都没错 小孩做的也没错 老人也统一他们这样做 一切都是理性的 但是我总觉得 你是说里面的气氛还是条件 就是特别 因为因为很简单 你你住在小孩的家里 你你生活不方便了 你请一个用工多少 也是24小时照顾 不管怎么样 你是生活在一个社会里 对 你一到那边 你就是一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就是进入了一个病院 病房 那病房呢 通常是在急救的时候 你才 没办法你能住 急救救房 我们都有体会 你住到病房里 你只要稍有许可 你就想出院 对不对 你不想老在病房里 除非某些高干病房 我们没住过 对不对 所以那个心情是急怀 老人看得出来 就像你刚才讲的 老人嘴里问他 过年的时候 说实话 小孩都很孝顺 轮流出一出二出三 每天都有人去 大家都送很多东西 但是也只有人去的时候 他才这样啊 你们待会都要走的 你们待会要去走别的亲戚的 你们 老人这个 就是说 我是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不是中国 这个现在就在各个方面 都在像 咱们就说现代化吧 这个社会的方向发展 那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有没有办法 由于中国的这种 所谓校文化 传统文化 我觉得可能还能顶一阵啊 就是说整个这种 对校的这种观念 还不可能这么快 就被这个方式改变 但是总要可能是在 往那个方向走 你看在美国和欧洲 它有区别 可是在美国 比如说 它就是 大家普遍就接受了嘛 也不能说 美国人就都是 很多老人都在一个病院里 小孩就去探望 而且他一辈子都在 为这个积蓄啊 我正想问你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 你平常在美国住 过去我们在这儿聊啊 一聊中国就拿西方作笔 就觉得中国呀 老是感觉孩子 要孝顺老人 将来还是要养老 住在一起 实际上这个里边 矛盾无限 徐老师 你还别说 你说那个 你真住在一块啊 老人 两代人住在一起啊 矛盾不断 那个东西整天吃 理想就是两个单位 在在同一层 对面走过来 但是就是过去 大家都是说 美国讲究的就是 人的独立 是吧 这个谁也不给谁填负担 什么老人就有 丰厚的退休金 怎么社会养老 然后很少见到说 美国的年轻人 整天好像是伺候老人 什么的 但是事实到底是怎么样 事实其实是在这两者之间 因为我们想象的 美国是一个极度的 个人主义的社会 这个呢 也有 也有一大部分是真实的 他从从一开始 比如父母跟孩子的关系 从你年轻的时候 他就父母就让孩子独立 那么父母本身也是认为 我是要为我自己这一生负责的 你们成人以后 你们自己负责 我自从成人以后 一直到我老 我负责 所以他从 也没有说养儿防老这一说 也没有这一说 没有这一说 他至少他不是说 这不是一个义务 对吧 你如果愿意 我就说那是另外一部分 这一部分就是说 他会一个工作的成人 他会不断的每个月 你知道有social security number 有medicare 有什么pension 各种各样的 社会安全保险 什么养老金都会存 比如说10% 年轻的我 养年老的我 你到65岁 退休年龄的时候 你可以往外提 而且有各种减税的办法 比如你存的养老金 就是你可以不交税 那他要是瘫痪了呢 这个老年痴呆症了呢 自己不能自理了呢 都有一部分养老院里边 比如说你这个钱 你要付钱 对吧 你这积蓄的一部分 到时候都可以付 比如说你这个medicare 可能好像美国 反正很大一个比例的人 你的医疗费的一半 都可以从这里边 就出了 然后另外一部分 就要看你自己了 你比如说美国这老人 他住了养老院 对吧 那么他的精神 是可怜的吗 这个精神的问题 不分国界 我觉得每个人 都会有那种 就是我 到最后我是孤独的 对吧 就是我到了这个养老院里边 养老院的条件 可以相差很多 比如说他的孩子 会去看他 很少去看他 这样的孩子在美国社会 被谴责吗 不是会被谴责 而是实际上 大部分的人会去看他的 父母 不是我们想象那样 就我知道 你说看的频率是怎么 一个礼拜一次 或者甚至也有很多 比如我周围的朋友里边 就有各种各样的情形 有你刚才说的这种 我有一个 我的美国的老师 他本身 他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 他们家长寿 这是一个犹太人家庭 他的这个妈妈活到一百零几岁 一直到大概九十五岁的时候 还住在他们家楼上 就另外一个单元 住在楼下 然后他呢 在那个楼里边 他的两个孩子都成家了 各有一个小单元 一直到那个孩子 就是生多了 以后住不下了 才搬到郊区去买房子了 所以他们是这样 都互相有来往的 但是都区隔开的 然后等到他办到 他的母亲到九十几岁以后 办养老院 也办到一个社区的养老院 这样他每星期跟他去吃饭 然后那些儿子儿女 就从别处来跟他吃饭 有这样的 我还有一个朋友 他的妈妈就一直住在他们家 他兄弟两个人 这个妈妈轮流住 就是已经爸爸去世很多年 他在他儿子那儿住上半年 又在这女儿这儿住上半年 一直到他就不能 就是不能自理了 才把他送到养老院去 然后这个儿女还是经常去看他们 所以这种情形其实很多的 他住是两边都欢迎他去住呢 还是说两边都把责任摊来摊去 我告诉你 这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都是一个负担实际上 但是大家都觉得 我应该尽这个责任 然后我也特别具体知道 他们之间的这种 两代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上的矛盾 都是人嘛 你都可以想象 不用细描述 但是美国的这种社会 它就少的一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是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老人这一代 他是觉得我是要自己负责的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老人啊 80岁甚至80岁以上还自己开车呢 还自己就是出去 我要自己买东西日常 只要我不不要这个儿女来伺候 我就都不要 他除了财务上准备 他的能力上 他也要就是坚持到底 他曾给我描写过一个画面 就超级市场里走出了一个 灿灿微微灿灿微微一个老态 很缓乱的 然后呢 爬进了一辆很大的这个美国车 旧的 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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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了以后等半天都没有动静 突然间 哇 绝成而去 我看到的一个 我就一个邻居 曾经当年我在佛罗里达住过一段 我的邻居就是一个90多岁的高龄的一个老太太 一个人住 每年他的儿女都在 有在芝加哥的 有在纽约的 他每年一到冬天的时候 那差不多有小半年 一个人住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小公寓海边 一个人每天下去读书室读书 然后打牌 然后去游泳 所有的他吃的很简单 但他每天他自己出去买东西 一直到这个老人大概也是活到了一百零几岁 那健康了还可以 病了怎么办 就 有这种叫 assisted living 你知道就是说 他搬到这个养老院里边提供了一切的服务 甚至的养老院本身就是个小医院 他的护士什么护理全部在这一个里边 这个当然就是费用更高 你要提前就要交 那都是按你的 我刚才说的所有你以前的积蓄 全部折散在这里面 你的积蓄 然后有 多赚钱的 对 还是钱 千言万语 最后 他因为全是私人的 什么中国 什么美国 不是国家的 也州立办的那些都在削减 因为他这个共和党都是反对这些 都要个人负责 所以这种奥巴马的这种叫奥巴马 医疗改革非常困难 还是要多增加一点点 你像西方这种基本精神是靠自己 靠自己那是不是也容易出现 说死了都没人知道 肯定有 或者这种就是说条件差的 这种养老人交钱少吗 他服务就很差 比如太多不好 设施差 很多地方可以学美国 养老制度还是不要学了 就你 你知道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移民加拿大 他就跟我讲 他说啊 这个反倒在加拿大呀 两代人之间的感情是纯洁的感情 而且你真的会对你父母亲 你老去看他 他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医疗啊 你比如说 咱们中国讲久病床前无孝子 如果孩子工作负担那么重 特别是你这个老人瘫痪在床 你要知道 如果你对你爸妈感情深 你都不放心要护工啊 那个端屎端尿 不让他长褥疮 这是多么繁重的体力劳动 如果你家庭养老 你你怎么能对付得了 到最后啊 你的精神感情都会变质 但是呢 他说你看 他说像在加拿大呢 那个老人 这个医院里这个服务啊 护理的服务是非常专业的 整天劈啪洗澡 弄的干干净净 香喷喷的 推出来见你 对吧 然后就说这个孩子呢 一个真的就是一个礼拜去看一趟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负担 他就想附近了 跟父亲聊聊天 陪父亲说说话 哎 带个花过来 下个礼拜他还来 但是你 他说你说要像中国一样 所有医院里的这些事情 全交给这个孩子 住你孩子家里的时候 你这孩子恐怕啊 反倒就不一定还有这样的情分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统计说中国现在9073 就是90%还是家庭养老 对 70%是社区养老 只有30%是靠养老院 你刚才讲的这个小孩跟大人 其实中国的小孩也没有直接的责任来抚养老人 而是隔代抚养 这费晓通有过研究的 就是说父母生了孩子 我把他长大了 中间就完了 但是这个孩子 他有他的孩子的时候 通常不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吗 这一层照顾 孩子就欠下情了 因为他照顾你的孩子 所以这个老人到将来病的时候 这一辈 就中间的这一辈 儿子儿女 他就要一定要照顾老人 他说中国的人伦关系 是通过这种叫隔代抚养 而延续的 连政治制度之间 但家庭制度是非常普遍 所以现在到现在90% 你刚才讲的那种加拿大的模式 以我的经验看来 那是非常理想化的 在中国真的真的很难做到 而且就是这个也跟美国不一样 加拿大和欧洲是一样 他们叫single pair 就是说他们全部是 百分之百覆盖率的医疗保险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 所以这些费用 你说了半天这么香叭叭老人 人家里面都是钱 就是他要付得起 这个钱才能送得去 然后你才能有这么好的服务 你才能儿女心里无愧 那就是我现在真的有点觉得 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关心养老 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我们没有 关心我们的明天 所以我真是要给国家进一言 我觉得就是中国现在 经济这么样的发达 速度这么样的快 其实你不妨停一停 我现在觉得同样的钱 你是用来盖一个大桥 也是你的工程能刺激经济 但是我认为你少盖一个什么大桥 你盖好一个公立的养老院 提供专业性的服务 多盖一些这个 就我觉得咱们国家现在 就是这种这个 你看人钱力群当年 我原来这句话就是钱力群说的 就是现在大学培养的是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 你说嘛 都是为自己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经济引擎上 股票 国家四万亿投资 你看中国人现在是发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我们马上就要成为世界一号强国 所以说感觉要抓住机遇吗 但是我就觉得 不急啊 你可以停一停 你对你千载难逢的机遇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你能把你经济的引擎稍微慢一点 腾出一 我不懂经济啊 你腾出点资源来 你照顾一下我们老年的这些公立设施 把我们这些养老问题投一些钱 解决的更好一些 我认为这个意义 比你现在快马加鞭 要大得多 你为了养老 你可以慢一些 欧洲都慢成那样了 对吧 你怎么不能慢一点的 人家不也挺好吗 主要三大问题 就是养老教育房子 对啊 但是具体就是说 你这养老这个费用 怎么从哪出 然后有没有要通过税 减税的方式给养老的儿女 因为这是 接着为您不出健康新概念 但是咱们挣的钱也不少 对 咱们收的税也不少 欧洲就是税高 所以它能养